董宇辉系列小作文 天河所踏 十二燕风 日月安主 烈心安沉 两千多年前 屈原仰望苍穹 在浩瀚繁星下 发出了中华民族 对日月星辰的好奇和向往 这个以勤劳朴实著称的农耕民族 血脉里 其实一直都流淌着 对遥远未知的探索 和星河浪漫的想象 诗词歌赋里 哲仙人遇上青天揽明月的张狂 正是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浪漫基因在呐喊 渴望飞到宇宙的更深处 和更远方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曾经遥不可及的神秘夜空 现在已经有航天科技 星火照亮 2003年航天员杨立伟 驾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亦飞冲天 星辰大海 我们亲自去看 2019年 玉兔二号带着勇气和使命顺利抵达 月背表面 使至今日 它仍在通过雀桥卫星和我们默默呼应 2020年 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 实现全球阻网 2021年 天文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记 2022年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航天员们在遥远太空 凝视未来星球 扣问苍穹之密 从神舟扬帆 到天文绕行 从嫦娥探月 到祝荣启航 先辈的归例 想象和美好愿望 终于在今天 一一成为现实 虽然不知道人类何时 才能跨越星际 但我们相信 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因为我们内心的指引和召唤 从未停止 因为探索宇宙的脚步 从未放慢 征途虽远 行则将至